這本超人機角色及卡蛙 來華山辦快閃電 你可以看到現場的人潮呢 現在電視還沒開 不過已經有很多人在門口等待 再熱都交不洗 粉絲熱情 儘管假日入場方式 是要透過在快閃電方圓一公里 線上抽快閃券 因此不用排隊 但店家附近同樣聚集粉絲 要降溫手持風扇 掛搏風扇通通出動 掛在肩上 它風就往上吹 它不然應該會熱死 最近太熱 另外也有帶座椅推車 還有陽傘 太陽眼鏡也是必備 華山也在展場附近噴水霧降溫 既北市週六今年首度發布 熱浪通報之後 週日高溫也沒再開玩笑 全台平均高溫33到35度 洗版部近山區或河谷地形 溫度還會更高 氣象署持續發布高溫警示 半個台灣都南瓜在內 可能達到或超過36度 未來一周都是持續比較屬於高溫炎熱的天氣形態 各地的高溫大致上都還是在大概32到35度的一個範圍 未來一周溫度 週一週二太平洋高壓稍微減弱 溫度稍微下降 但還是熱 週三起高壓再度增強 相比上週溫度可能更高 根據衛福部統計 6月19號為止就有多達239人熱傷害就整 今天的話中部以北地區跟其他山區會有局部大海發生的機率 而且明天午後的陣營下雨的時間有去比較長一點 降雨方面本週以午後熱對流型態為主 週日中部以北北部東北部各地山區防雷雨 尤其北部和各地山區有較大雨勢 週一週二高壓減弱 加上熱帶老洞帶來水氣 天氣悶熱午後熱對流範圍擴大 降雨時間也拉長 入夜之後中部以北還是可能有鎮雨 未來一週高壓籠罩防午後雨補充水分 小心中暑 TVB新聞是有張張慧仙 台報道